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可以让我们懂得这些道理 不执着于小我 不受困于生死之念 想穿了再怎么样也得生啊 出来了 再怎么样在人间也得受啊 受完了再怎么样也得走啊 你要走过了 没办法 既然这些事情是存在的 是无常的 就接受它 就好好的用自己的生命来谱写 一曲为救度众生 学佛学法的 这个美丽的美丽的生命战队 明白 你才能证得 阿罗多罗 阿罗多罗三百三不提 那智慧 一个美丽的生命战队 让家人令别人能够信佛 所以很多母亲很厉害的 自己先寻佛了之后 让自己的孩子学佛了 让自己的先生学佛了 让自己的邻居学佛了 这种人就是很厉害的 他不但自己学佛 他还另其学佛 令别人信佛了 这功德很大 因为我们人啊 怎么来解脱自己 因为我们人总是先有欲望而求知 你看我们要学佛之前 到庙里去 不是真正的学佛 而是拜佛求佛 不是学佛 拜完了就走了 求完了菩萨就走了 烧完了香就跑了 你这叫信佛吗 真正的学佛那是学啊 那么人最早的时候 总是有欲望 才开始到庙里去 接触佛法 学佛 然后呢 慢慢的学了佛之后 哦原来拜佛还要学啊 那么学佛陀的精神 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啊 学地藏王菩萨的大愿啊 等等就令你入佛智 进入佛的智慧 像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弟子 师父令你们已经进入佛智 你们已经有佛的智慧了 你们很了不起啊 你们按照过去讲 这个啊 就是令你们进入佛智 佛的智慧 可能可以证得一些出国了 开悟最重要 开悟最重要 因为我们的业障很重 我们有欲望 才会有烦恼 你一个人没有欲望 哪会来的烦恼呢 对不对 才会有所求 一个人去求菩萨 因为有欲望 哎呀 我希望家里好啊 我的孩子好啊 我这个事情能够成功啊 我的孩子能考上啊 好 有欲望了 你才去求 有所求 慢慢的就会有因缘 你今天求了 你是不是种下善因啊 那么这个因有了 那么菩萨会保佑你吧 菩萨一看 嗯 很虔诚 啊 他许愿了 正在实践他的 啊 若言 那么菩萨就给你这个果 那么善果就是让你成功 善果成功 那么 你 因缘具足 就会有佛缘 你今天因缘具足了 求佛了 拜佛了 念经了 许愿了 放生了 因缘具足 佛缘就来了 佛菩萨的缘分跟着你之后 啊 你有所求 啊 开始是为自己求 你看我们学佛人 开始的时候都是求自己的 跪下去的时候 菩萨 保佑我身体健康啊 保佑我的家庭好啊 保佑我怎么样 保佑我 都是为自己所求 啊 慢慢的呢 境界高一点了 想一想 啊 师父说过的 一般求三个大的 其他的可能就 小的就不是太零了 然后三个大的 求了两个自己的 留一个求求家人吧 然后慢慢开始给家人求 这个呢 都是属于小我 求到最后了 啊 到最后了 那么就为众生而求 为众生求的人 就是进入大我了 就是有 智慧了 啊 佛菩萨很 慈悲的 啊 啊 所以 菩萨让我们 有一个开悟的 过程 先求己 啊 后卫 众生而求 啊 所以这叫慈悲 佛菩萨并不希望众生 受尽果报 菩萨不会让我们 要吃苦头的 菩萨总是想办法 把我们救度 总是把我们 希望能够 改变 让我们不要 承受这个果 啊 菩萨怎么样能够 帮助我们 不让这个果来呢 你们一定很想听吧 对不对啊 不是菩萨 不让你们这个果来 而是 你要知道自己的错 你要学会忏悔 你才能不让这个果成熟啊 师父今天 透露一个天机给你们听听 为什么有的人 马上就有果报出来 人家说 人家说报应 马上就到 而有些人 为什么报应 就晚来了 这个就是说 当你自己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知错了 你跪在菩萨面前 忏悔了 你这个恶的因缘 就慢慢就慢慢的成熟 不是一下子成熟的 大家听懂了吗 是慢慢成熟 菩萨是用善巧方便 让我们自己来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来忏悔自己的恶行 恶念 用方便善巧的方法 让众生不要犯恶 不要损坏他人 万一你损害他人 要马上忏悔 让这个恶果不要成熟 你永远不再做这件恶事了 这个恶果虽然还在 但是他只要不成熟 他就不会报 大家听懂了吗 如果你今天这个恶不去忏悔 而且继续去做这个恶 你很快的就恶有恶报 恶行 很快就会成熟受报 所以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你看菩萨做任何一件事情 总是考虑到后果 这件事情不能做 做了之后会不会有果 菩萨是为因的 众生有利益了 这件事情赶快做 先去做吧 做了之后果来了 怎么办 所以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众生就是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所以菩萨永远不会因为 很小的恶 他去犯 哦 这么小的坏事 一点点了 菩萨都不会就犯 不会因为恶小而去做 菩萨永远不会做 菩萨也不会因为 一点点的好事 不去做 哎呦 这个好事只有一点点了 哎呦 这个不是大功德了 我不做了 就像你们一样 地板我不拖 我要么磕头换功果 我要做就做大功德 我要到法会上去做大义工 不是这样的 你们知道功德是怎么来的吗 功德称为累积而来 帮众生开个门啦 拿个板凳啦 哎呦 记上百分之零点二 给人家端碗饭做一个菜 哎呦 记上百分之零点五 对不对 帮人家拿一样东西 人家想不通了 哎呀不要想不通啊 来我跟你一起来看看白话佛法 我也想不通 来我们一起来 我们有的佛 有就是啊 别人想不通的时候 他说我也想不通 来我们一起学 其实他想得通啊 他就跟他一起学 学了之后 对方还来帮助他 最后还来跟他讲 你让他用这种妙法想通了 他反过来劝你 你说他会想通吗 这种妙法 这种孩子 已经有菩萨的这种智慧 非常有 妙有 所以叫我们说智慧啊 它是最妙的 所以累积时间多了 那你这个大功德啦 功德无量啊 对不对啊 所以不能因这个小恶而去犯 不能因这个小善而不去为 都是要去做 众生因为不明白有因果 所以才会常常犯恶 你说你今天骂人 讲人对人家不好 白一个眼都会犯恶业的 损害别人的 犯恶业的时候 等到果报现前的时候呢 很多众生会害怕痛苦 你想想看你多少年了 每天欺负他一点 欺负他一点 欺负他一点 欺负到最后他 离开你了 你痛苦吧 痛苦的时候 是不是你每一天积累的啦 澳大利亚曾经发生过一个74岁和78岁两位老人 邻居的吵架 就是因为门口 他们一个篱笆墙 今天你推过去一点 他明天推过来一点 然后他再推过去 他的长年累月的这么累积的这些恶 终有一天 他们两个吵架爆发了 这个老人家拿把铲子 就把对方那个老人家打死 你说这是一天的吗 所以好的善的 它是一个长久的累积 恶的凶的 也是一个长久的累积 不要动不动跟人家作恶 不要去损害别人 你既然害怕痛苦 你就不能去做任何的伤害别人的因 所以我们人有的时候 受到别人伤害的时候 还要 哎呀我无语啦 我问苍天哪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师父给你们加几个字 为什么我要重阴啊 为什么我要重阴啊 加两个字吧 重阴啊 你不重阴 你问苍天为什么 就是你自己重的阴 才会有这个果报的呀 对不对 你说医生治不好的病 都是医生的问题吗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得肝癌了 喝酒喝的 医生说 我现在给你动手术 给你吃药 帮你治疗 你千万不能喝酒啊 不能再喝了啊 憋不住了 又喝 又喝 那么又恶化 那么再看 看了再恶化 最后会死亡 你说这个人 看不好的病 是医生的问题 还是他自己本身 没有配合 你说师父今天 在教你们学佛 教你们做好人 我在尽心的 跟你们讲 你们就是在贪嗔 吃慢衣裳 过不来 我就小气 我就想不通 我就是这么执着 你说我怎么能救你们 你们能怪师父吗 想一想就是这样 所以伤害身体 也是自己 伤害自己心灵 也是自己啊 人还有个毛病 一旦出现了厄运 经常想 为什么我呀 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个报应 对不对 在受苦煎熬的时候 你要多想想 你的前世 你的今生 你的前世做了多少善事 你的今生做了多少善事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你会受这个果报 因为你曾经犯下了 很多的罪孽 而这些罪孽 已经形成了一个业障点 而这个业障点就犹如火药 终有一天会爆发 所以要自主生死 自主人生 要开悟解脱 就是从自己说话 思维 行为上 简点 不要种阴啊 我不能再种阴了 对不对啊 跟别人吵一次 种一个阴 朝两次 跟邻居种一个阴 朝三次 种下一个恶阴 五六七八九十次 种上了一个恶园 而这些恶园 不是一天两天 能够消除的 最后终有一天爆发 当你承受果报的时候 你就是痛苦不堪的时候 所以 做人真正想超脱解脱的人 不做损人利己的事 你们经常要去做 帮助别人的事情 有的时候为了一点点钱 一点点名 一点点利 能舍就舍 能无所谓就无所谓 能让就让 这个就是在保护自己的慧命 这个就是在种善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 cann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